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炒年糕 那炒年糕呢,最常见的配菜 一般我们是用忌菜肉丝或者是大白菜肉丝 那如果是冬天,你手边正好有冬笋的话 放一点点新鲜的冬笋,那就更锦上天花了 今天我们用忌菜肉丝和300克的年糕 炒上一盘忌菜肉丝炒年糕 炒之前用开水将年糕先泡几分钟 泡软它容易炒 开火先煸炒肉丝 那用猪油最香,如果你喜欢家里又正好有的话 肉丝变色后,我们下一点料酒 盖一块盖子 然后即刻下一点盐,让肉先入入味 再年糕下 那如果你喜欢肉丝嫩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早早的先用芡粉浆一下 煸炒后盐出来,那我喜欢这样子 早早的和年糕一起炒 让年糕早早吃到鲜味 那年糕软了,我们就可以下盐了 拧淡物咸 翻匀,最后忌菜下 那我用的是急冻季菜 如果你用新鲜的话 三两颗就可以,看它的大小 切碎也是这个时候放进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嫌油不够多 还可以下一些煮油 油化了就可以装盘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